我是您今天的夸夸师 我叫田蜜 请问您怎么称呼 我姓王 王女士 你好 您有什么诉求 我这两个月 走不出生活的阴影 我都不会笑了 每天睁开眼睛 都是哭醒的 您方便告诉我 就是发生了什么吗 我老公 这两个月去世了 抱歉 我现在睁开眼睛是他 闭上眼睛也是他 我不知道我接下来的生活 该怎么办 我明白 我知道 我知道你怎么想的 突然一个人发生这么大的变故 又是自己知情知爱的人 一定会很难接受 您今天这种状态 也是因为 之前 你们一定拥有非常多的 美好的回忆 会不会 这些回忆还有用吗 这些回忆都已经没有了 它在 这些都在 这些不会消失的 它在你的心里 在你的脑海里 在你的回忆里 在你的感觉里 它不可能消失 它只是以另一个形式存在罢了 在世界的可能 可能它只是在另一个世界 但它一定在 我觉得 可能 你要试着 学会 不仅仅是 不停地回忆这些过去 您要尝试自己 往前看 看看未来 你说的这些我都能明白 可是我真的做不到 我没有办法忘了 我满脑子都知道 你知道那种 失去丈夫的痛苦吗 知道 其实 你不用刻意让自己忘记 忘记 未必是这样好事 你可以试着 试着从心里面跟它对话 你跟它说 我想暂时把你放下 亲爱的 我可能要试着一个人走一段路 这段路 我暂时不带你了 瞧你离开 你去了一个更美好的地方 而人世的路 这些风景你没有看过 剩下的路我替你走 你没有实现的愿望 我替你实现 等有一天我们相见的时候 我告诉你 这一路走过来后面的风景是什么样的 你一定要好好夸夸我 我今天过来吧 我其实就想让你们好好夸夸我 我想让你夸我还年轻 你是很年轻 夸我还漂亮 想让你夸我 想让你夸我 想让我再去找一个好的 可是 我心里的这个结 我就一直没有解下来 但是我觉得 你说这些 比夸我还重要 你让我从心里面熟悔 你让我从心里面熟悔 你应该把他放下 我应该好好过以后的生活 这样子他也会很开心的是吗 我挺感谢你的 好